多冷啊 我在东北玩泥巴 虽然东北不大 我在大连没有家 好吧 不开玩笑的 刚从大宝森节里面出来 还没有缓过劲来 然后趁着这个劲 老婆我要带你去看一个印度的电影 不要 叫Fighting 好像叫Fighting是吧 不想 不想 他是壮志凌云 加上那个碟中碟的一个印度大片 绝对看完以后让你有不一样的感觉 不看不看 我今天就要带你看 今天去那个拉拉宝都啊 就那个BBCC那个商场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商场很奇怪啊 这个商场平时都没什么人的 如果想看 就我之前拍那个新年的那个 就各个商场 他那个装饰的时候 我就看到啊 Pavilion啊 KLCC啊那些商场 人都特别多 然后一到这个BBCC 这个拉拉宝都这个商场 真的就没有人哎 但是今年这个拉拉宝都这个新年 他搞了很多活动啊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最重要的就是啥 我要带我老婆去看印度电影 你上次去那个大宝孙节好玩吗 挺好玩的 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你下次还去 下次去 但是我不为大宝孙那个正日那天去 太恐怖了那天 尤其是我那天是早上四五点去的嘛 哇 真的是 每一个人啊 他都是摸着你的腰往前走的 你不觉得太多人了很头疼吗 不头疼啊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啊 我们我记得我们以前去那个 KLCC跨年也是人挤人 对啊是人挤啊 但是去了一次我就不太想去这种人太多了 但是到了今天为止的话 每次你都会想起那一次的跨年 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 得有十年前了吧 就原来我们班上就有个印度女生 他就跟我们说过这个大宝孙节 他原来就跟我们说 他们得早上三四点就去 然后在那个上头人挤人挤上去再下来 天都亮了 好像得有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的都有 是啊 他当时有跟老师说 对他当时跟老师说 我当时就觉得很震惊 十年了 我听这个东西已经很久了 但一直没有勇气 一直没有勇气去尝试 是因为现在做的这个视频博主了 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也增加一下自己的这种见识去感受一下 对对对 那你下一个体验要不要体验什么 下一个体验就是槟城的初八初九的拜天宫 槟城庙会一定很精彩 我也是经常在Facebook有看到这个照片 但是我也是没有见过 然后之后的话过完年的话 我想要开着我现在这辆车 因为这辆车蛮大的 我晚上可以睡在这个车里 然后我就一路南下 然后有网友跟我说 有那个新山的那个庙会 然后新加坡不是免签了吗 然后也想去新加坡去看看 今天是周六 快十二点了 但是我居然停车 都可以轻易的停在这个电梯的旁边 你说这个山上对吧 感觉都没有人啊 这辆车蛮的旁边 都可以轻易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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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店吧 哎呀看见这种菜单真的脑袋疼 没有图全是英文 老婆你会点吗 我看着脑袋疼 又是到了脑袋疼的时候 你点吧 拆盲盒 你点啥我吃啥 哇好吃哎 它这个的话是有鸡蛋 这个是什么菜 然后红心菜 小鱼仔 然后有这个叫什么花生 然后这边这个鸡 哇它这个人当鸡是什么 真不错这个口味 然后这边是有这个虾仁 虾仁 它这个椰浆饭是真好吃的 你们放心一点啊 如果不好吃你打我 打小草 忙死打 尝一下这个蛋糕 这什么玩意儿 这么一块块的 不知道这是什么蛋糕 这什么东西 尝一口啊 这是奶油还是啥 有点太甜了 这个不见一点啊 这个太甜了 然后里头感觉空空的 没有质感的感觉 里头全是奶油 这个啥 这个不好吃 这个椰浆饭真好吃 尤其是这个鸡 哇真的是 外焦泥嫩 这个三文鱼没有那么惊艳 没有这个椰浆饭那么惊艳 尝尝它的这些配菜 BBCC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楼顶啊 这块可以拍到这个世界第二高楼 来这儿合影是不错的 这种是开的比较大的那种密室逃脱店 中国原来火的一段时间 我都没赶上中国火的那段时间玩一次 然后中国现在都没人玩了 这剧本啥 然后这边的话 开这么大的店 它真的能挣回来钱吗 我为啥说这个商场人不多 你看这周六 天哪这么大片场地 一个人也没有 拉拉伯都这个商场的话 很奇怪啊 它这个店其实 你看这个也是没开门 它都已经半年多了 这个商场开了 很多店都没有开门 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能这个也是它 现在人很少的一个原因吧 你看旁边那个Times Square 档次没有它高 但是人比这个要多多了 我特别喜欢看印度电影 像是小时候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 就看过那个叫什么 三傻巴闹宝莱坞 看过没 摔掉的爸爸好不好看 我觉得 但是没有到什么 但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我觉得最厉害的 有一个电影 叫做八货八地王 不知道你看过没 跟上下两级 超级好看 我特别喜欢看印度电影 但是我太太不爱看印度电影 今天带她去感受一下 老婆你是被迫营业吗 是 4DX试一下 没试过 等会网友又要说 我是阿牛进城的 不能坐 试一下 这个凳子好像还能动 是坐在吗 看完了出来了 感觉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它这个片子吧 感觉有点像那种爽片 没有让人能够反思 跟思考的那种内容 就是纯纯的那种 就是商业片 因为刚才我们看的是那个叫做4DX的 还蛮震撼的吧 配合上这个电影 如果没有别的4DX电影上 看啊 你呢 我也觉得蛮爽的 其实这个技术的话 老年人受不了 老年人受不了太震撼 我跟你讲了 这个是怎么说 就它这个技术其实我小时候就是可能三四岁 五六岁的时候 就那种公园里面 它就有这种 这种叫什么4D7D8D这种 拨着 但是这种就完全运用到电影里的 大家别说我什么 叫什么阿 阿牛进城 我确实没在电影园看过这种的 可以没事的话可以来感受一下 还是不错的 这个4DX 但是这个刚才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说实话 那个商场人是真的少 然后那个电影院人也很少 我感觉那一场的话 我们那一场就基本上有 六七个人吧 我感觉他连电费都挣不回来 今天还是周六 商场的话人也没有到特别多 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4DX是什么感觉 就是4DX的话就是它那个椅子摇的特别厉害 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电影叫Fight对吧 Fighter 然后就是整场都是那种空战片 然后就是整场都摇来荒去的 然后它底下有那些抽的鞭子对吧 还有喷的水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前面那个雪花 挑雪花 然后各种各样的 这个商场还是知名度比较差一点对吧 那感觉它里头东西都蛮好的 人没有那么多 这周六都是这个人潮 就更不要说平时了 如果不喜欢人太多的 想逛一个比较舒服点的商场的话 来这挺好的 但是真的心疼他 这商场真的能运营下去吗 谢谢大家